来自西奥珀斯的罗宾逊夫妇远赴墨西哥 为的是完成一件为人父母最难受的事情 只认两名儿子的议题身份 33岁的卡勒姆·罗宾逊与30岁的杰克·罗宾逊良兄弟 此前与一位美国朋友前往墨西哥冲浪 因为没按计划入住预定的民宿 发现不对劲的房东因而报警 几天后 墨西哥警方寻现在距离民宿 约6公里外的一处深井中巡获三人遗体 目前三名嫌犯已被逮捕 其中一人只有遇害者的手机 总理阿尔巴尼斯在8号早监狱 遇难者家属进行了短暂通话 而眼下老夫妻只希望带着孩子们返回家乡 这家人的支持者们也在为遗体运输筹集资金 然而与澳洲两兄弟尸体同时被发现的 还有另外一位身份不明的受害人 这也让当地检方怀疑 命案可能与黑帮暴力有关 SBS中文新闻杨富嘉报道